热热热 民众煽风喝饮料消暑 早上出门明明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到了午后轰隆一声降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震雨 让民众纷纷成了落汤鸡 也缓和连日来的高温天气 台北近日气温飙迫36度成为今年来最高温 不过今明两天有午后雷震雨 如果不想被凌晨落汤鸡出门最好带一把伞 台湾情报机的蔡北齐李冠燕采访报道